呃 朋友们好啊 这次成星战争电戏之后呢 最具亮点的东西还是这个C4炸弹 另外呢 里面大部分的武器都是修改了建模的 现在的话变得非常的精致了 把C4炸弹下好之后呢 我们只需要在远程点击这个遥控器 就是类似于一个手机的东西过一会之后呢 就可以进行一个远程操控 它爆炸了 这又是一款适合在村庄使用的模组呢 先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模组里面杀伤力最大的一把武器就是这把RPG了 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这把RPG的建模是非常精致的 和上一个版本一样 我们的枪械在子弹用完之后呢 都是有一个换弹动作的 这里呢 可能有很多小伙伴下载之后呢 这个枪械是没有换弹动作的 是因为你们的版本不对 需要下载这个版本 下好这个版本之后呢 我们只是要把枪械和子弹同时拿在我们的物品拿里面就可以进行一个换弹了 这个问题呢 小冉之前也是研究了很久 特意去给小伙伴找到了解决的方法 那么你们是不是应该给视频来一个长按点赞 鼓励鼓励小冉呢 那本期视频的点赞目的依然是1500哈 点赞更多更新约会 好吧兄弟们 没错 这款模组呢 就是大家所熟悉的 之前小人也给大家介绍过 就是我们的成心战争 就是之前只有私量载具的那个模组 现在的话也是更新了非常多的载具和非常多的枪械 这次更新的主要是出了两个载具和多把枪械 枪械的建模呢 都是进行了修改的 这两架飞机 我们都是可以用操纵杆进行驾驶它的 先跟着小人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里面的3D枪械吧 也是非常精致的哈 这张图片呢 就是之前的老AK 现在的话真的是进步挺大的 但是它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枪械打出去没有后作力 没有打击感 除了枪械没有打击感之后呢 其他方面都还是挺不错的 小人感觉堪比AG枪械了 因为AG枪械真的是太能割了呀 现在还没有出新版本呢 看这个换弹效果 小人没有骗你们吧 真的很精致 另外呢 在这个版本里面 我们的所有枪械都是拥有了自己的专属重量 在小人心中 T0的枪械模组呢 也就只有AG3D枪械吧 现在来看呢 又多了一款成心战争 也是一款不错的选择 那么在视频前的你觉得它能够排进T级呢 也可以在大幕或者是评论区分享给小人哟 接下来的话 依然是一把步枪 M16A1 这把步枪的射速真的是非常快呀 简直堪比冲锋枪的射速了 换弹动作也是非常的精致 可以把枪转过来 然后换成弹夹敲枪一下 先来看一下全新建盟的M24狙击枪吧 顺便呢 也和之前的版本做个对比 开镜动作 包括是这个拉松的动作 都是进行了优化的 现在的话看着非常的流畅 而且呢 我们在拉松的时候 镜头还会进行个抖动 真的太细节了 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们狙击枪的换弹动作吧 也是非常的精致哈 就是打算向AG看齐了吗 只是这样谁让人想不通的 就是上个版本 为什么枪械都还有后装你 他更新之后呢 为什么会取消后装力这个设定呀 然后是我们的大机枪M240 只是这个机枪 为什么他只有50发子弹呀 兄弟们 干脆就叫他小机枪吧 打起来呢 也是没有后装力 感觉好尬呀 另外呢 机枪的换弹动作也是非常不错的 这个真的太像AG了呀 兄弟们 然后呢 又是一把步枪 墨新杆了 这把枪的话也是特别的精致哈 它的载弹量呢 也是只有一发的 需要打一发 然后换一个子弹 非常的贴合实际 换弹效果呢 也是非常细节 会把这个栓往后面拉 然后换进子弹之后呢 又把枪给拉上去 虚然只想说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想当初这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枪线模组 现在的话我没想到做的这么精致了 接下来呢 又是一把机枪RPK 只不过呢 这把机枪子弹依然非常少 只有45发 样子呢 十分的像AK47 还有这次更新呢 好像栓起了一把枪 即使我们的P90好像是没有了 更新出来一把PP90 同样是一把小型的冲锋枪 射速那也是非常的快 活力非常的强 换弹效果呢 和之前的p90类似p90的话是放在下面换 然后的话这个是 啊 放在上面换 最后就是我们的喷子AA12了 这个也是吧 连喷 射速非常的快 可以一打一大片 还有啊 兄弟们 这个换弹效果 简直是这个模组面最棒的一个了 真的很细节啊 枪下的话就给他看到这里 接下的话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里面的载具 以前的载具就不给他演示了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两样全新的载具 飞机在待机的时候呢 我们的舱门会打开 然后的话我们坐进去之后呢 拿上这个操纵杆 就会进行一个闭合非常的细节啊 然后在助跑了很久之后呢 我们终于是成功的飞上蓝天了 太帅了吧 另外一架飞机也是一样的效果 只要拿上这个操纵杆 助跑一段距离 我们就可以飞行了 好吧 这样的话也是给大家总结一下 这次我们成新枪械呢 这次更新算是非常成功 非常厉害的哈 不仅呢 优化了以前枪械的建模 还推出了很多的新东西啊 什么时候我们的A机枪械才能够进行一次大更新啊